來這個其實 呃 若是我們一般在做我們目前齁 就是說大家的人類在種 尤其在台灣齁 大概都是做這個雙幹整枝嘛齁 就是說啊 目前這個小番茄 大家普遍人類雙幹整枝是 大家可以去接受 就是說那個工作的 經濟的這個方式 所以你你先讓老起來齁 大概先讓去大 剛開始八月十五種 應該是要種 應該要種頂了 農歷不好意思 農歷的這個八月十五種 農歷八月十五 現在是 大概十幾天而已 那麼這個八月十五到現在 現在比較茄子 怕去茄子嘛 大概十幾天而已 所以 比較萬一點 這萬萬到什麼程度 你給它看就是 它開始呢 你先放在給它去看 它就發那個策牙出來 放在給它去大 先不要把它叮咚 那麼讓它去大 它如果有策牙出來 它的策牙有差不多 我們策頭一百 一支策頭十二點五公分 這 不要太早去把它黏掉 這就是說 頭的那兩三葉呢 不要緊 你看比較長稍微 一般我們的樓 老就是說在第一隔火的樓 第一隔火的樓 第一隔火的樓 那個角樓最用 那個樓最漂亮 但是有時候 那個樓 也不一定會長得很好 因為剛才天氣不太好 還是怎麼樣 會繞得比較多一點 也沒關係 但是說頭 我們在算的時候 譬如說 它在第一隔火的樓下 它有可能兩隔 那兩隔 我們一定要黏 黏其中有一隔 不要太早 說 我有看到火 那一隔就要黏掉 不要急 不要急 給它那個樓 差不多最起碼 有急中有一樓 有一個徹牙 要黏掉 好 要黏就好 都不管 就是說有急中 有一個徹牙 一斤就是十二公分半 十二公分半 大概是我們的二載 就是說 為這個蒸頭 這個 這個 我們的十二公分半 蒸頭一支 這個二載 十指 這個二載 一支 差不多十二公分半 大概 就是說差不多 那個月底 就是說 不要太早把它黏掉 因為太早把它黏掉 它比較不會開筋 所以我們稍微把它黏 黏得比較大 一筋一筋 如果可以去算的時候 我們這個上 就是 沒有心那個 電子 把它黏掉 其中一隔 就是 第一隔會 會比較黏 那隔通常比較用 那個隔 你把它黏掉 春來來 你就能把它黏掉 因為有十二公分半 已經比較沒什麼 這樣的一個問題了 那麼 繞下去 這兩條隔 就把它黏掉 如果有工藝就把它打掉 有花老的工藝打掉 有花老的工藝打掉 但是一般 不太會這個樣子 那我還是都會比較喜歡 因為 那個火會比較黏 因為它打得很快 通常我們第一隔火就是不會特別去把它處理 稍微黏掉 因為你把它黏掉 它比較不會結尖 比較不會那麼長 那也不會 現在你有把它噴掉火 它當然會比較會掉 那如果是種比較早 我們都會建議說 第一隔火不要把它噴 有黏好沒有黏好 第二隔火比較開始來 把它做出力 因為第一隔火出來也不好吃 所以是這種情形 所以你如果是要撈 你可以這樣撈 那麼這是一個處理方式 這沒關係 這隨時還有什麼問題 那麼再來做一個討論 哈